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基础笔画字卡里面的第六课 今天我们一起来练习撇点 那么首先呢,这个撇点其实不怎么难 它只是说有点像个撇,那么又有点像一个点 因此呢,把它叫做撇点,小小一个就可以了 它一般都用在一个右点的代替 而且这个它最常见的是用在右上方 就比如那个鸽子,它的最后面那个右点可以变成一个撇点 成功的成最后的点也可以变成撇点 好,那我们还是再来看一下它基本的要求吧 像我们字卡上面它说了这个角度呢,要稍稍平一点 就是这个倾斜角呢,要稍稍平一点,不要太斜 就是说什么叫做太斜呢 你看,你先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嘛 最后呢,你看很多人写的时候是这么写的 它没有一个盾比的动作 写成一个倾斜数是这样子的 那么就太当薄了,实际上 就是它少了一个按下去盾比的这个动作 你看,按下去撇过来 就变成一个撇点了 当然这个写大一点 按下去撇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学会如何调整笔尖 这为了以后你写撇呀 打好一个基础 你看 按下去之后笔尖不动 慢慢调整过来 按下去 调整 过来 按下去 好,慢慢过来 这要求什么呢 这要求什么呢 要求这里是比较平 你不能说我在这里撞个弯 待会你就会发现这里凹进去了 缺了一个脚了 不饱满了 不能边写边撞弯呀 不要这样子笔尖边写边撞弯 不要拐过来嘛 人家是 这个不对啊 人家是按住了之后 你看 直接这样子撇过来 不转弯的 注意一下这两个的区别 所以 这个东西呢 是很微妙的一个动作 你只能细心体会 看不懂 你就回过头多看几遍 这个时候没有办法的 真的没有办法 唯有多练 然后还有多看 只有多看 多练 才能弥补到自己的不足 情能补着嘛 这也是一个道理嘛 然后这个会了之后 以后你学这个右点 如果你不太掌握 你还甚至可以用这个撇点来代替 还有遇到这个东西 这三个点 你也可以学会 这个小撇点了 它就用在这个地方了 这三个 这个肯定很 你肯定知道它用在哪里的 对不对 好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撇点的基本要领了 那么下一节课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小点 同款字卡可点击下方链接 也可以点击我头像去橱窗购买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